12月10号 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 发布改革开放40年来 辽宁在科技创新方面取得的一系列辉煌成就 改革开放40年 辽宁科技创新工作提及不稳 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大国重器 取得了一系列原创重大技术成果 培育壮大了一批科技型企业 培养了一批高精尖科技人才 全省科技要素不断聚集 创新动能加快成长 科技创新的支撑引领能力显著提升 全省高新技术产品产值 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的200亿元 已经发展到了今天9200亿元 增加了46倍 2017年全省研发经费的投入 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了1.84% 创造了历史的新高 科技进步对我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达到了54.5% 改革开放40年来 我省建设了一批区域创新高地 从1988年开始 先后批建了15家省级以上高新区 瀋阳高新区 大连高新区 于2016年获批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我省不断推进科技与经济融合 特别是近年来 组织实施了成果转化促进行动 初步构建起全省技术转移体系 去年全省高校科研院所 科技成果转化的本地化率 达到了51.2% 那么全省的技术合同成交额 突破了400亿元 我们在全国排名第十位 本台报道